嗨,伊甸園的好朋友大家早 那我們今天跟我們的伊甸園園主老媽又來到了伊甸園果園裡面 我們要再一次的解開 我們倒掉的這一顆芭蕉的蜜蕉 看它的果實長的現況 喔,大顆了,大顆了 超重的 啊,算了算了,就這樣就好了 芭蕉也要拿起來 拿起來做什麼 拿起來做什麼 這麼大顆,一鍋多月前 炒,現在炒有夠多 本來是這一串的蜜蕉是要放棄的 但是目前其實現在取下 它也不會浪費掉,是可以吃的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因為整個是倒掉的 沒有放棄的,繼續生長 可是螞蟻啊,好多的螞蟻有沒有看到 那這些螞蟻很多的話 如果是螞蟻或是一些 像這個有沒有,粉介殼蟲 像這個的話,我等一下拉水線 拉水管,用強力的水柱來清洗 那這一串的香蕉已經是可以採收的狀態 但是,超重的 超重的 很重的,超重的 來,可以來 就這樣子看一下就好了 沒有放棄,它就繼續存活 那繼續存活,它還是可以生長 只要不是全部都不能用 它基本上 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實驗觀察 跟保留這個 倒服的芭蕉蜜蕉 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那這當中 當然帶有一些實驗的精神 但是其實 最主要的是 圓祖老媽 從小教導的 愛物洗衣服 愛物洗衣服 然後有些時候 像不能吃的 我們人不能吃 我們也可以拿回去 餵給家裡面的雞、鴨、豬 這一些 我們家裡的牲畜 它也是可以吃 所以 原來倒下去的時候很小 現在還是可以 等一下畫面有沒有 再帶回來拍一下 這整豬 它倒下來 還有它根部的狀態 根部的狀態 我們在這邊 拍過來 好 倒掉的 根部的狀態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嗯 倒的很完成 那我可以講 它倒的也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斷掉 沒有藍藥斷掉 就只有根部倒 然後底下 大概十分的根 留下兩份左右吧 連結兩份左右 那 植栽就是這麼的 具有生命力 它只要能夠活下去 它就繼續活 它就繼續活 所以有些時候 倒伏看狀態 不是藍藥折斷的 我們就繼續利用吧 OK 那今天拆掉這個 密膠的 那個網子套網 然後做的拍攝跟分享 就到這邊 那可能再過 可能再過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這一串香蕉 我們就會將它取下 那順帶提一下的就是 密膠它屬於 不需要做 吹手動作的 香蕉的品種之一 就是芭蕉 你如果讓它成熟度夠 你取下 你不做吹手的話 它還是可以成熟的很漂亮 但是就是 你的 那個取下的最好是超過 九分 九分以上的話 會比較好 那如果還是在八分 八分左右 就還是得要做吹手 會比較完整完美一點 OK 那我的影片就拍攝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點擊按讚 訂閱並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